哲学家其实是一群研究大象的儿子 就是现在有很多科学家 就像毛人摸像那个盲人 他会去关注这个世界的一个角落 一个局域 但是大家可能都会忘记 它全景长什么样子 而这是哲学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会读很多不同领域的文献 总结一个世界观出来 让大家看到那个全景 我叫弗律 现在在巴黎一大工读哲学 我的本科是北京大学的 法国语言文学 我当时做的其实就已经是法国思想了 所以就过来读哲学 对哲学感兴趣始于初中 文理分科的时候 某个文科的老师来的这么一句话 笨的反语词是聪明 蠢的反语词是清醒 数理化教人聪明 而文史者教人清醒 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理科 所以现在就是 学聪明了之后 人再清醒一点 这很好 后面就选了哲学 然后我自己攻的课题 其实是数学的可应用性 今天就是法国比较出名的哲学家 他们其实都是重新在使用数学 去阐释一些哲学 包括我们一说哲学 都是会想到罗素 罗素跟我就是一个方向的 他就是做数学哲学 做逻辑学的 我们很多人都会有学数学学不懂的 这样的一种体验 当年我学数学的时候 可能就做一道题做不出来 然后就去翻答案 答案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显然给你一个东西 然后由这个东西推两步 就把结论推出来了 就是你读了之后 你发现人家的证明 是不是对的呢 是对的 但是你答死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到的 我们当时特别痛苦 刷这种题 可能你刷十刀二十刀 不会做还是不会做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 我在数学上是真的一点天赋都没有 后来是慢慢的接触到了一个 哲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分 我们会把数学证明分成 验证性的证明和解释性的证明 验证性的证明就是这种 你读了之后你知道他是对的 但是你不知道他怎么想到的 而解释性的证明是那种 你读了之后 你知道他是对的 而且你知道他为什么对 我们之所以学不好数学 其实真的不怪大家 是我们的数学书 我们的数学教材 乃至于很多的学科的论文 其实他们都是验证性的证明 而不是解释性的证明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清楚这个解释性的证明究竟是什么 以及怎样去建构这种解释性的证明 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的话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下一代 学数学肯定就比我 今天就要轻松很多了 最近我在学校任教嘛 我遇到的首先的一个困难 是我感觉我的学生太笨了 所以国内我们可能在初高中阶段 其实就已经学了一些逻辑基础了 而这边的学生他们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 所以我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错位感 而这种错位感在我自己求学的时候 其实也有遇到过 我才来法国的时候 我当时每学期有十二门课 每门课要考三次试 每次试要考四个小时 怎么考呢 就把你关在那儿 就让你用法语去写哲学论文 我当时来的时候 我会用很多中国哲学的概念 和中国哲学的资源 中国哲学论证 我发现我写上去之后 老师在那打一大传统号 一大传统号 他们根本看不懂 然后他们就不给我分 我就意识到 我之前学的很多东西在这边就都用不上 我也尝试着去 毕竟在国内也不是只学中国哲学 一些西方哲学的东西 但每次那个点子到了 你就会发现那个词你不会写 就是语言观在哪 我同时也做一些副业 之前在Game for Good的一个智库 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首席学术顾问 我们在那个领域 比较重要的一个推进和发现就是 游戏的好玩分两种 一种叫快乐感 一种叫领悟感 快乐感它容易成了 但是领悟感不容易 就是你有办法可以站着把钱赚了 可以让游戏好玩 且赚且且它不上瘾 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贡献吧 桌油店和书店很多时候是和尔文 他们书店里面会卖桌油 像国土里面会放游戏器 在中国你不会找到这种东西 对吧 其实哲学给我更多的感觉是 自己不是一个你需要去看清的东西 在哲学界我们有一句话 叫做存在先于本质 在这句话后面 其实我愿意为它加上行动先于意义 我之前是一个特别执着于有用的一个人 哲学会让我意识到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 只有一线之隔 而我们现在的很多很多工作 我们是其实有一点审美导向 尤其是你会发现很多数学家 他之所以愿意去做那个数学 他喜欢那个领域 是因为那个领域他觉得很美很有趣 并不是那个领域有用 但偏偏的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 那些他们觉得有趣和美的领域 是最容易偶然的出一些有用的成果 这个用处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一个用处 这一恰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那个主题 为什么大家并非为之而为之的这些东西 最后却往往非常非常的有用